就像高砂族在三、四十年前 他們年輕人有的到都市 到都市為到生活 或是為到小孩到業的問題 然後就搶手到都市 所以在這種看見回顧過去高砂族的青年 他們一窩蜂一窩蜂就來到都市 為了生活的改善 為了教育子女的需要 所以不知天高地厚的都市 紅黃綠燈也不清楚 所以來到都市的時候 哇 高興的 還以為在山上那麼開放 那麼流暢 但是到都市 哎 是怎麼沒講 看到三、四十年前的 都市的人看到高砂族 煩啊煩啊 哇 萬聖 萬聖 哇 高砂族一聽到說煩啊的時候 你在罵我 所以那時候的觀念 沒有吸引 觀念沒有互動 沒有互動 所以造成 兩方的誤解 對不了解以前到誤解 五個月 五個岩 這樣就產生彼此的 有時候爭恨 有時候就會怒氣就在對方 所以這些都是過去的一些的歷史的回顧 但是我們不可以忘記 我們不能忘記 但是我們可以改善 但是這個改善呢 如何改善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工程 中華民國69年來的歷史 教育我們本土台灣人 那個觀念把事實扭曲到 他們認為的自我思想 所以有時候自以為義的 我們看看那個公義的義 上面是一個羊 底下是我 有的人不同的版本去解釋 那我以我為中心 就是整個的路線都是以我 所以沒有經過我的想法 沒有經過我的策略來去改變 那非得按照我的自我中心 所以這個是人類的一個狹隘的思念思考 那今天高砂族慢慢變換不同的時代 然後高砂族也嫁給平地人 那平地小姐也嫁到高砂族 那在這個三四十年的互動 這也是滿激烈的 請求我的歷史 我自己的故事來說 現在四十年的壓力 40多年前 那跟平地小姐戀愛的時候 哇 這個準越父母大人 Syngham primeira willen 40多年前在戀愛的時候 在這個 cornnì 你真的很難 不容易 那我们是同学校嘛 那当然就彼此恋爱的机会还是有 结果谈论到我这个恋爱的故事 进入到院长的手中 说有我这个女朋友的 她的父母亲就控告院长说 怎么缓啊 诱拐我的女儿 那院长说 你女儿女儿是几岁 怎么会被诱拐 结果我们在课堂上里面 也在谈论我的小故事 因为这个四十多年前 也大概三十多年前对不起 三十五年前左右 这样的历史在神学院里面 在讨论的时候 我们也在课堂里面讨论 那院长就告诉一位 刚好从美国回来教我们的起堂课 他说 讨论的时候 这个美国学者就告诉院长说 今天我的故事 不是只有今天就结束 应该是开始 我这个故事是 三十多年前在神学院 我们在讨论 连课堂上也讨论我们的事 那这个美国学者就告诉院长说 今天平地跟当时我们称三地人 平地人跟三地人恋爱的时间 今天不是结束 是应该是开始 而且更多的疑难问题 也会慢慢出现 过人不丑 果然不错 我那时候 一直到现在 不只是在神学院 一般的大学 一般的高中生 一般一样的平地跟高山族年轻人 会有认识的机会 减赐你的女孩 还是你的女孩 你的媳妇 也是不一样的种族 对不对 有对不对 还是不能听过 不能听过 比较少 因为全台湾两千多万人口 那我们高山族目前才53万人口 所以在这种观念要改变 真的是不容易 但是发现一件事情 虽然观念很厚改 但是这个观念是不是 是不是自己的组络手上 比较重心 还是比较排他性的 假如这样的情况 其实我们可以看见 一页属性 事实 你能不能分清楚 属性 这个事实跟不是非事实的事情 能不能分得出来 假如你能够分出来 你就会把原来过气不容易的观念 一定会逐渐 一定会逐渐改变 就像中华民国69年的这个时间 要改变 真的不容易 马上要你改变 世界上不太容易 因为69年的时间 是等于是整个人生的全部的人生 甚至后半辈的人生 甚至你整个人生都在这一段的时间度过 所以要改变这样的观念 唯一的就是分清事实 你理清了是非 你理清了公义 或者是非公义 只有这个两件事情 你的观念就可以改变 这样对吗 清楚中华民国到今天我们的台湾民政府 如果没有台湾民政府改变我们的观念 也是同样 我们的观念 都总是中华民国大部分 虽然有范略也好 范兰也好 但是范略有人说是 我们是本土台湾人 我们是本土台湾人 但是是不是真正的路线 让台湾人真的出头天的机会 不一定 因为范略的只是用他们自己的厉害关系 因为都在中华民国的框架下 他在中华民国的框架下 生活在一起 被教育在一起 然后宪法也是走他们的路线 整个的司法 整个的生活的态势 都是活在中华民国的框架下 所以你要改变 你就会变成推翻了中华民国 一旦在他的框架下 推翻中华民国 就是叛乱组织 一定的 但是今天我们台湾民政府不是在中华民国的框架下 是我们是事实 有的人相反说 你们台湾民政府不是在组织里面 不是在我们中华民国里面 问题是 台湾是不是实质上在中华民国的框架下 1912年 从1911年 中华民国要成立之前 他们都在讨论 在南京成立了 1912年 那台湾是不是在里面 台湾是不是在里面 台湾是不是在里面 是中国人 中国共产党 中国国民党 还有他们自己的自民党 这些都活在中国的框框 失所里面 在那边酝酿他们自己的宪法 有台湾人吗 没有看到台湾人 有台湾的头对吗 有娘头 台湾的娘头 都没有 只有中华民国来到逃到台湾的时候 才编着争修条文 中华民国的宪法里面的争修条文 是整加那个条例 不是在宪法里面 不是在中华民国宪法里面 是中华民国宪法不动 只有增加争修条文 这个就是台湾 本土台湾人一直活在争修条文 不是宪法 没有宪法 当然没有保障 今天五三座的头队 是怎么说 为什么会说 山地保留地 保留队的意思 就是不是你自己的 是好像让你修容哪里 只有保留在你的手中而已 那所有的整个的所有权 虽然有的时候 我有所有权 但是整个等到触犯中华民国的 他们的条例的时候 都一概梦搜 在四年前 苗栗县 太安乡 天狗部落 那是太阳主 我隔壁的部落 在三更半夜 差不多两点的时候 整个有二三四个警察 围绕著部落 那部落 的外围 就是要 他们要改善 表示说 这个就是部落 成为都市计划区 奇怪 山顶哪有都市的阶段 这样好笑吗 微微 山顶 在山顶山顶 还有都市的阶段 这个真的是笑话 结果我们太阳主 年轻人就起来 啊 怎么很像九二一大地震 结果没有办法 跟他们碰面 是因为 那么多的警察 都是自己的兄弟 那个警察 差不多 在那一半是 原住民 太安乡 还是白旺阿密 那怎么跟他们抗衡 所以这些的 只有在中华民国的生活 规划框架下 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想不只是 这个苗栗 连我们听过的苗栗大铺事件 然后各地方太鲁阁的 太鲁阁国家公园 或者是太鲁阁族的同门部落 也是同样 都是用强迫的 把高沙族的土地 把变换成为都市计划区 所以会有更都 不是更都计划吗 都是中华民国的生活 所以今天改变中华民国 唯一的就是台湾民政府 因为台湾民政府按着 我们所定定的主张跟立场 我们每次常常看到 我们的主张跟立场 我们要让台湾进入到国际地位正常化 那我们要让台湾进入到国际地位正常化 表现我们现在台湾有正常吗 本来就是没有正常 那要去国际组织 还要看中国的脸孔 你还要进入到任何的卫生组织 都要看中国的面孔 那这些标识让台湾是这些没有国际地位正常化 可以发现 可以发现台湾不再国际地位正常化的 我们的秘书长林志兴扑书 他看了一清二楚 让台湾人出头天 让台湾人进入到国际地位正常化 唯一就是法源论述 所以他写的新台湾论事 等于是我们最基本的宪法里面更多的基础在里面 所以今天我们的高级班 上到初级班 然后进入到高级班 就是一步一步了解 到底我们台湾民政府 对中华民国有什么力量 有什么开力可以挂出中华民国 因为你要在中华民国赶出自己 在框架里面赶出中华民国 变成叛乱组织 但是今天我们台湾民政府 不是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的框架 是新的政府 可以代替中华民国的政策 所以今天除了我们回到地位正常化 是因为有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 我们这几 初级班还有我们这几天要上的 征服者 占领者 能不能移转主权 能不能 不能 那流亡政权 流亡政府 能不能就地合法 可以 在中华民国可以 在中华民国是可以 你看他把说 整个1946年1月42号 他把所有我们属于日本国籍的 全部转化到 全台湾人 全部规划到中华民国国民 诶 中华民国国民 这个国民是 没有办法选举 没有办法有选举权 还有候选人 你要移民到别的国家 你只是居民或者是国民 你只不过是 在他们的国家里面 当做一个人民 但是是不是真的公民 不是真正的公民 那今天我们用战争法 旧情商和平条约 很清楚 让我们以法 来进入到国际地位 这个就是我们先把我们的观念先弄清楚 就是今天在中华民国 为什么什么都合法 以为是合法 都是整个掌权者 都是在中华民国的身上 今天 但是 中华民国 他是在中国以外的地区领土 然后仍然把中华民国这个名称 带过 带到中国以外的地区 这个就是在战争法的形容是流亡的 所以把中华民国这个名称 带到台湾 当然就是流亡的 那我们平常都说 中华台北 Chinese Taipei We are the Chinese Taipei We are the Chinese Taipei 有一次 十二十五年前 我去纽西兰 我们 烂台湾人 就进入到 那纽西兰海关那边 结果说 我是 台湾 我是因为看到中 Chinese Taipei的护照 那看到护照的时候 Hey Chinese You are the Chinese 你是中国人 不是啊 我是台湾人 你又没有看清楚 Chinese跟Taiwanese不一样 结果 因为那老前辈 可能 英文有一些困难 我就看到了 我就去跟海关谈 我就说 She is not Chinese She is Taiwanese Like me 就像我一样 虽然我们的护照是 Chinese Taipei Chinese 中华民国 但是 我们是真正的台湾人 那时候我就用 一句话的 我们 我用泰儿主的话 Samiya 打烟 这个就是我们打烟的话 就像你们毛利主 我等一下要 过几天我要跟你们毛利主见面 这个就是我们台湾人 真正台湾 后来才发现 喔 这样喔 原来是这样 让这位老前辈的台湾人 渡过这样的难关 因为台湾 中华民国护照 就在中华民国里面 所以同样的今天 我们要打开事实的违背 非事实 非公益 那就是我们要进入到 我们的台湾民政府 今天除了我们这上面的四点 的主张立场以外 我们秘书长非常清楚 我们执政的时候 我们不主张 台湾是一个共产党国家 我们不是共产党国家 第二个 我们不以中国统一 第三个 我们会跟日本 建立更好的关系 甚至邦联 联邦的关系 这个三样的主张 是特别秘书长一直强调 我们也进入到高级班 我们也要清楚 这样的理念 所以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 我们目前都是 可能有的被胁迫性的 但是非常急迫性的 那但是我们如何 站在台湾民政府的立场 既然 我们参加台湾民政府 我们也可以了解 台湾民政府的目的和目标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权利 但是很多时候 现在台湾人有巨大的盲点 没有了解 自己台湾 所以秘书长常常在 在出一班说 台湾是不是台湾人的台湾 那 那是你问你的朋友 是 是怎么不是 没有了解 还是 没有参加台湾民政府的台湾人 还是中国人 还是外国人 都是 台湾本来就是台湾人的台湾啊 用这样的观念 但是 常常会陷入这个盲点 那今天我们了解 我们已经很清楚了 那这些的 整个的 我们的思念跟我们的思索 是我们整个文化跟理念的一个资产 就是 让台湾进入到国际地位的正常化 这个是我们的资产 也是我们将来要 必定要走的路线 那些 为什么那么大的盲点 是 是因为 政治台湾 太多 活在 活在整个流亡政府里面 那 政治台湾 以自己的中国人 中华民国的人 用 他们自己的利益 变成 肥咖 我是形容 现在流亡政权 他们真的是肥咖的 全部所有 我们台湾的资产 我们山上的资产 高沙族的资产 几乎都被他们控制 过去69年 一直到现在 我相信我们高沙族 在座的高沙族年 年轻人 在 部落的时候 整个 土拉库 每天都在 蜘蛊 小木 小楠 或者是松柏 哇 我们高沙族年 小朋友 都一直在追 追不到 我们不知道说 这个是大木头 到底对我们有什么相关 只是路过大喀山 没有看过土拉库 我们只知道是土拉库 下去 想到我们过了四五十年以后 才想到 啊 那慢了 太慢了 因为都被砍伐 我们在阿扁时代的时候 我们几个牧师 进入 国家公园 咨询委员会的委员 那三十一位的咨询委员 我们差不多 将近十三个牧师参与 因为整个大部分的山上 都是高沙族的传统领域 那我们就跟 当时的内政部 内政部次长林毅阳 讨论国家公园的事 那时候阿扁要 要把这个马告国家公园 自己用行政命令来成立 因为国家公园 都是行政命令的 你看 在中华民国的体制里面 行政命令是好用的 这一句话 没有第二句 一句就是一句 这就是中华民国 所以全部都是站在政治台湾 那这个政治台湾 实际上是不是 真的帮助我们台湾人 今天我们要 剥开他们政治台湾的 真正的面目 帮我下来 那个小菜 那个图下来一下 我借用我们一个同性的 手画的图 你看 现在 实际上我们 刚刚是政治台湾都在这个地方 准备要拼囤整个台湾 还好我们台湾民政府 以法理台湾 台湾法理 来做一个制衡 那因为我们制衡的力量还不够 今天我们人数还不够 等到四千个受训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整个的台湾的面目 幻染一新 这个幻染一新 这个幻染一新 由你我 我们大家的参与 那虽然你的朋友 跟他谈到台湾民政府 刚才我们的计定 我们的众议会 众议院议长 潘议长 说 台湾民政府是诈骗集团 真正的诈骗集团是谁 真正的诈骗集团是谁 整个都碰到 有好几次 我们高沙的 有很多大安西 大甲西 卓水西 有五大大河流的 台湾的 等到台风的时候 漂流木 一大堆 漂流木 你看看漂流木 也会排队 本来漂流木 不能排队 漂流木是应该 咧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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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咧 但是漂流木 我所指的排队是 一样的尺度 差不多那么长 被剪掉 然后那么长 全部一我风 哇 漂流木 小男 还有胸薄的 奇怪 是怎么可以排队 因为有切起来 已经聚好了 这个就是 三老鼠 做怪的 漂流木 台风应该是 应该是不同 而且没有被拒掉 对不对 那为什么被拒掉 今天三老鼠太多 把关的问题 都在中华民国里面 黑道 还有警察 县政府 官商勾结 跟领务局 所以这个整个 台湾民政府 执政的时候 这个都会改善 这样好不好 好 我刚刚还没有讲完 我们13位的牧师 就是进入到 国家公园 知雄委员 那是马高国家公园 最后没有被成立 那我们要求 我特别要求 领务局的局长 一个是最 一个处长 那我就告诉他说 在 台湾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 来到台湾的时候 我那时候 我还没跟他说 逃亡到台湾 我还客气 说 来到台湾的时候 他说 中华民国 来到台湾的时候 請問 被冲 被拒掉的整个的 木头 请你查出来 他说 亚布牧师啊 这个很难耶 那很难的话 你当处长干嘛 你不了解整个台湾 被拒掉的 这个木头 那还当处长干嘛 牧师不要那么凶 下一次我们开会的时候 请你拿出来 下一次我们开会的时候 真的拿出来了 从 日本时代 一直到中华民国 整个的 被砍伐的木头 有六千 六千甲 真的是蛮多 六千公顷 那六千公顷当中呢 他们也告诉我们说 只要 这个一千多年的 松柏被砍伐以后 四十五年左右的时间 他的根 就会逐渐的枯干 那枯干以后 台风来 一定会重刷下来 所以有一段时间 说林无极都在 都在赖我们高砂 之后 都是原住民杀的 都是山地人在那边砍伐的 我们没有力量跟他们抗衡 但是真的调查以后才发现 原来太多的官商勾结 为的是要补助他们的退夫会 我姐夫是退夫会当中的一员 所以我最先跟我的姐夫 他是辽宁省的 现在八十多岁了 五六十岁 六七十岁 我们在讨论台湾独立的时候 起到要死了 那今天我和我的姐夫 谈论这个台湾民政府的时候 也是同样 六千 你要替换中华民国 我说姐夫啊 平良心 不是中华民国给你的 是台湾人的血汗 你领的薪水 台湾民政府一直证 你只要你的身份证申请过来 在六年当中以后 正是没有什么违背 台湾民政府的立场 就有我们台湾政府 以后就会变成台湾政府的身份证 就像我们今天所领到的 台湾政府身份证 这个是你们的事情 实际上他不清楚 结果慢慢了解说 假如真的那么好的话 也可以这样 所以我不能太激我姐夫八十多岁 太老了 那今天是同样的 今天 因为都谈论 像最近的报纸 这个张弦药 荣耀的药 写错了 对不起 一个前任副主委 他怎么不知道 他要交代的事情 他要面对中国的 这个对谈 所以他自己写遗书了 那表示真正非得要 拿出他真正的证据的时候 生命关头的时候 一定会拿出来 但是 我们 只要有看到报纸的话 本来今年 2014年就是 马喜会面 其实那时候 2010年6月29号 EQFA签的时候 早就已经注定 2014年 马喜会会出面 结果就被破局 破局了 好 不管怎么样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遭遇 那今天 在整个的 ROC流亡政府 大家都知道ROC了 不必解释 真正的名字是什么 ROC 中华民国 那是英文 但是真正的 原文的英文是什么 ROC 中华民国政府 流亡政府在 在哪里 不能在台湾 高级班不及格 在台北 他不能说整个台湾是属于他的 只有在台北 所以为什么今天 对不起 为什么今天台北南部 或是中部 只要中央所分配的 任何的税率 任何的汇率 任何的经费制度 为什么不公平 因为他们只有注重台北 我去过巴拉圭的附近那个地方 我也听到说巴拉圭就是小台北市 那边早就 中华民国早就已经预备预留 而且真正听说台北市的 什么路 金国路 中正路 中山路 也是一样 我们台湾的那些 金国路 中正路 中山路 阿伯要改吗 要改吗 阿伯 阿伯 所以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事情能够看见 那今天为什么会有 真的是这个中华民国流亡政权 Exire Government in Taipei 那今天最喜欢 只要对他们不利 马上修改 在立法院不是在 连自己的整个的本质 都写在这个地方 那对他们国民党的不利 或是对他们的 党产不利 没有赚到的党产 他们一概不做 或者是马上修改 这个就是条例 因为 人多嘛 这也是 讲不好听 也是台湾人的亡 自己台湾人算 所以美国说奇怪 你们都一直在骂中华民国 都在骂国民党 那是谁选的 又不是我们美国选的 你们自己算 所以你们自己台湾人 那是中华民国的人 不是台湾人 所以我们真正更清楚是 错开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的人 跟真正的台湾人 只有在我们台湾民政府 可以做一些错开 我们无论在中央地方 只要地方不合中央的 都一律不实践地方的需要 那都是 但是 以他们的人为 因为中华民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以党为主的 以中国国民党 有的人说 奇怪是怎么不能 他们盖着台湾国民党 有没有人在建议说 台湾国民党 不肯啊 就是中国 台湾就是中国嘛 用他们这样的框架里面 一直持守着 教育我们台湾人 教育我们高杀猪的人 所以今天也是碰到 为的是要掌控整个 他们的需要性 因为他们 越洋越肥 我们平常 都欠年轻人少年人说 不可以去旁边 但是现在最大的肥肥 就是中华民国 因为整个经济 政治 教育 任何社会资源 任何各地方 这些的资源 都在他们的手中 所以被掌控 那唯一改变的 就是要看我们台湾民政府 唯一能够把它 改掉的 就是只有 让中华民国 结束在台湾的政权 这样好不? 结束 是我们的宿命 让中华民国结束 就是让我们 富起今天新 台湾历史的最大的使命 也是很大的工程 不是只有宿命 这个宿命是 是世命的宿命 是我们的家庭 为了背心 摄像 为了我们好代 後代的台湾人 不管是任何族群 我们今天参与台湾民政府 就是要富起这样的使命 那这个使命呢 是巨大的工程 最大的工程 也是我们整个 我们自己 所有进入台湾民政府的人 你我 巨大的工程者 那同样的 那同样的 道山上 传统领域 也是一样 本来高沙族很喜欢保护自己的传统领域 但是为了 生活 为了教育 为了经费 为了经济 所以整个都已经改变了 过去高沙族的单纯的文化历史的价值 所以有人说 高沙族拿着枪 去爬山 然后去打 打山枪的时候 就回来 被警察抓到 喂 年轻人 你怎么打三枪 这个高沙族说 我只有打一枪 你打三枪啊 这个高沙族说 我打一枪 一枪就毙命了 原来三枪 那这个我们高沙族 就调侃说 三枪 我们只有打一枪就毙命了 不必三把枪 三把子弹 所以这时候很多开玩笑说 警察说 你打三枪 我打一枪就够了 就像我们在当兵的时候 那时候也是 我们当兵 我这个是1951年的 我们到台南去训练的时候 因为有很多 像我年代的 很多没有受过教育的 在国小 12年级就没有读书 为什么没有办法读书 听都没有 广东话 广东话 广东话的老师一直跟我们讲 结果我们几个高沙族 也是用打印的跟他们讲 他说 难不在书 难不在书 难不屈书 你没办法一脑肚子 結果那个广东老师说 你讲什么 我就是想你讲什么 你讲什么我们也停不动 结果我们在当兵的时候 好 排长说 报树 结果很多高沙族都去报树木 不是了 报一二三四 报树 所以有时候这样的状况 会碰到很有趣的 那选举方面也是 高沙族最喜欢碰到选举 不是只有拿钱而已 而且在村长 他们说 所有的同胞 晚上后门不要开 三更半夜后门不要关 意思是从那边 结果第二天第三天 整个水沟都是猪毛 因为已经杀过猪了 今天当然不盛行 但是过去的确是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今天选举方面 同样一直用选举来霸占整个台湾人 我很喜欢用的阿扁第二任总统的时候 竞选第二任 我们几个牧师 几个教会的会友也帮他去助选 我们也跳舞了 然后唱歌了 一直唱 然后跳舞 我跳得米米某某 我跳得还不错 结果阿扁说 你们选我 我一定会改变中华民国改为台湾 对中华民国改造台湾 这样好不好 好 哇 拍手拍手 哇 这些拍声 哇好高兴 然后我当选的时候 然后我们宪法来做制定宪法 这样好不好 好 哇 哇 欢喜 跟 牧师也是欢喜 牧师也是在这里快乐 被骗的也是 也是被骗的 团团转 结果当选以后 有的人会再问阿扁 阿扁总统啊 你不是要改 中华民国改造台湾共和国 这样 真恶 那不是要自宪吗 台湾自宪啊 哇 阿扁又说了 结果他们一次在谈论 结果他们才发现 其实秘书长是告诉我们 最先 我是第六起的 三年前来训练我们台湾民政府 我以前都是台湾独立非常强 因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独立非常强的 那但是我进到台湾民政府的时候 马上改观 属性就是属性 你没有办法独立 那美国非常讲得清楚 你公投意味着战争 美国 美国 美国跟人家说 奇怪 你们台湾人是怎样 他不敢讲说 那你弄了 不好意思说了 公投 诶 都没有那中国人 跟你们台湾人 合作一个 要公投 诶 要决定台湾的前途 要决定台湾的前途 要决定台湾的娘头 这样有合理吗 本来就是没合理 就像我今天来到你家里 逃亡到你家里 救命救命 然后我差不多被你保护 被你保障的差不多三四十年 然后我就跟你说 老板 我们来决定你的土地 决定你的所有管 老板跟我说 不是哦 你是多忙的人 怎么有 哪有管理 今天台湾人 忙点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忙点 中国人说 好啊 来公投 来双骨 好啊 这样好不好 好啊 哇 台湾人看那个 不是像台湾人 哇 各个人在台湾 哇 这个是国际 国际特色了 所以他们都很高兴 所以阿扁说 这样不能做 就是不能做 我没当做 就是没当做 是怎么没当做 因为伊底 就是 就职典礼 总统 所谓的中华民国 流亡这个总统 就职典礼的时候 他就举手了 我是中华民国的 第几任总统 我要效忠中华民国宪法 我要帮助中华民国国民 他没说台湾人民的 中华民国的国民的 然后我要实现中华民国的宪法 然后 违背 违背誓约者 一百空四条 在那 担 担水壁 一百空四条 是什么 违背 以上 誓约者 死路 一条 死路 一条 没有 这样有怪不 当然阿比说 我不行做 就是不行做 我怎么可以改变中华民国的宪法呢 我怎么会改变中华民国的国后呢 不行做 就是不行做 我讲台语只有这句话比较顺利 我不行做 就是不行做 我不行做 那这句而已 没关系 我们就是一起活动 所以最后就是阿比 本来就是不行做 不然他就失落一条 但是现在在 好可怜的话 在监狱里面 好 这样休息十分钟 这样好吗 好 谢谢 谢谢 各位同学们下课休息十分钟 下课休息十分钟